大家好 我是老沃陈教授 我今天要和织布妹子的舅舅去山上抓田鼠 还有他的几个同伴一起去 我今天继续来看直播妹子 好像他今天还发了点抓 这不妹啊? 妹啊 妹啊 嗯 他对你 妹啊 你不是同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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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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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下面 写 就样 次,继续分成吗? 木 井面 金蜜 信去 从来没有过男朋友 还是以前有过男朋友 后来分手了 他说从来没有过男朋友 他说他爸爸妈妈 不准他谈男朋友 上学的时候 老板奶 他这边新房子已经住人了 这间房子是他弟弟在住 还有楼上他爸爸妈妈住 他是阿拉 他是住旧房子里面 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比较远 要在山上过夜 所以我买了一双水鞋 带了雨衣 这边是席子 还有一层薄棉被 还有一个帐篷 这是带的水 饭的话我没带 但是纸布妹子的舅舅 会帮我准备一份 这是我们的队伍 这是我们的队伍 有一辆摩托车 抛毛了 在过这个河流的时候 前面的人在等他 我们的早田属队伍 有一个人的摩托车 出了故障 出了故障 前面遇到故障了 这个人把路围死了 老挝相见 也是有好多 耳鱼我诈 只顾自己的利益 不让别人通行的 你这条路堵住 你看 这边 整条路都没法通行的 我们只好把摩托车 停到这个地方 走路去了 我得有点担心 他们的全部是救摩托车 救我一个人的摩托车 是新的 摩托车全部停在这里 走路去 到这个地方是兵分两路了 其中一路从这里进去 我跟着织布妹的舅舅 走一路 这个地方有个转转站 东西可以放下来 放这里 这个山里面还种了田 他们告诉我 晚上就是睡这里了 这可能是他们顶时大的 大的一点这个盆子 还有一床烂续背 我们现在就去找 放夹子的地方了 放一个夹子 里面放了一点木树 做幼儿 然后用一根绳子绑住 不然老鼠把夹子 拖走了 这个地方 再放一个夹子 这个地方是曾经放过的夹子 有整个的木树在这里 被老鼠吃过 他刚才扔掉了 阿拉的舅舅手受伤了 被割伤了 现在每个人就是走自己的一条路了 他们都带着刀啊 不好走的地方 直接用刀开路 好像他们直接是把夹子放到同一个地方 这个老屋的山林点 到处都是马黄 还有蚊子 其实很艰苦的 这个工作 不过这里到夹子都是适合放夹子的地方 所以同时来这么多人 也不会形成竞争 这个路好难走 我走了一点点 就是上期不接下期的 他们天天来这里 夹老鼠 不是为了好玩 不是为了生活 夹老鼠去卖的 我也没想到 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夹老鼠 这里到处都是腐烂的 香蕉树叶 看他老鼠的日子也不好过 一点点的诱饵 就让他们纷纷送命了 这个地方也是换过夹子的 有那个木树 会咬过的 阿拉的舅舅在这里砍了一个 砍了一个印子在香蕉树上面 我估计可能是做记号的 那里又砍了 那棵树上要砍了一个缺口 应该也是做记号的 因为这里到处都是差不多的 不做个记号可能找不到夹子了 果然是每个地方 都是旧地方 以前放过的 这里又有一个木树被咬过的 这个地方又放两只夹子 越来越线绑起来 这个夹老鼠 像我倒是拿完的 那他们都是为了生活 其实这个工作 真的不容易啊 没什么私情外意 如果有班上啊 有工作 肯定是算班好一点 稳定安逸啊 大家好 我是老鼓陈教授 我感觉明天早上来找的话 一个夹子一个夹子找 真的是不容易啊 要是我 一个夹子都找不到 我估计他们 放夹子加老鼠 也讲这个风水宝的 哪个地方的点好 收获确实要多一点 这个地方又是个老地方 哇 他们放了两个大的木树 可能就是吸引老鼠 经常来吃 知道这个地方有吃的 所以它这个成功率就会高一点 这个夹子是很便宜啊 两天劳币一个 一块多钱 人民币 这个夹子我看放得不错 和动物打交道 也得斗智斗勇啊 要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 然后不怕苦啊 不怕累 才能有一点收获 我感觉这里的香蕉树 远远的比 比我以前见过的香蕉树要高 这个为什么能长这么高呢 他们看到这么多芭蕉叶子 是来睡觉的 因为他们没有席子 只能睡芭蕉叶子呢 现在下雨了 这个盆子还要加固一下这风挡雨 这芭蕉叶子不是睡觉的 是用来挡雨的 把盆子扩建了一点 阿拉的舅舅在搞这个盆子扩建工作 今天晚上六七个人睡到这里 是一个考验啊 这个看起来好像也能管点事 这个越来越像模像样了 但是我感觉 如果刮大风一场风就全刮跑了 回来了一个邻居了 他说他只放到了二十多个夹子 阿拉的舅舅说 他说他也只放了二十多个 两个人的夹子都是没放完 在这里面多吃了 现在才下午三点半 我想了一下还是肥去算的 一个是这里冷 六七个人 几乎是露天的这个状态 再一个是我担心我的摩托车被人偷 毕竟我是一个外人了 我就一个人先肥去了 在这里过夜 实际上没这么大的勇气 现在又是刮风又是下雨啊 我摔了一架 还好这是很轻的 就是车倒了 然后费了九年二福之地 把车推到这里来了 因为下雨了 路上非常的湿滑 费了九年二福之地 终于快到家了 也幸亏没在那个山上过夜 这一夜肯定非常难熬 就是因为下雨了 是 我们下雨了 就要上游泳 在里面 我们下雨了 我们下雨了 好了 我们下雨了 我会有点 早就要打开 他这边田鼠抓回来以后 有商贩 专门来收购 拿到市场去卖 他这里一共是五万五千老币 之后人民币三十多块钱 差不多一个工钱吧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